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,请听时政评论。 袁滨,中共党魁若真的病重,中南海必先巨浪。 有网友1月2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爆料称, 中共党魁习近平因报售在301医院检查出一线阴影,可能是一线癌。 帖子写道,自己是一个国内知名的医学院的分数线很高的护理专业毕业的, 现在在北京一个大三甲医院做护士, 很多同学也都在北京各大医院工作, 其中也有给老干部护理的。 大前天,一个非常好的同学私下告诉我, 习因为突然的销售体征在301医院做PCT检查出了一线阴影,疑似一线癌。 有关习健康出问题的传言,此前就曾传出。 2021年底时,就有消息称习因脑出血而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。 2022年5月,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曾披露,习一次患有脑洞脉瘤, 但他不愿动手术,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治疗。 之前,最近一次有关习健康出问题的传言源自中共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, 遗体1月17日在八宝山火化,习习其他常委前往送别。 央视新闻联播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, 他看起来相当憔悴,脸色发灰。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,习的身材看起来较之前瘦了很多。 尤其是习穿着的西装,看起来松松垮垮,特别不合体, 尖绣连结部位也过于宽松,出现了明显的塌陷,皱痕, 感觉这件西装在他身上至少大了两个号码。 由此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猜测, 有分析认为,只有在极短时间内身体暴瘦, 体重大减,才会让人感觉西装不太合身了。 而且,1月16日习在重要会议上讲话, 从央视的特写镜头来看, 当时他的面容看起来也是灰蒙蒙的没有光彩,相当憔悴。 如果真如上述传言所说,习的身体确实出了状况,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状况,那可不是小事, 肯定会对习的权位和中共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, 中南海势必会掀起巨浪。 中共二十大上,习一统江山,扫平了党内各个山头, 极权程度超过了毛泽东,满朝文武几乎都是他的亲信。 但习登上权力巅峰后不但没能高枕无忧, 反而深陷困境之中。 一方面,是来自国际社会,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的巨大压力, 以及多年来的大倒退所导致的经济一决不振和民众的严重不满。 另一方面,是习家军自身的日趋明显的内斗和中共军队的极端腐败。 文革后,中共遭遇的危机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, 习的权威也从未跌落到如今天这样的低谷。 跨入2024年,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在等着习出事, 等着中共崩盘。 试想,在这样的背景下,如果习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, 他的权威和中共政局能不受到冲击吗? 显然,那是不可能的。 其一,一旦习身体真的出了严重问题, 肯定就不能正常试试。 不能正常试试,对权力的控制就会减弱。 对权力的控制力一旦减弱, 各种各样的反习势力就可能承虚而入, 制造事端,试图把习搞下台。 如此,习的权位能稳吗? 证据能不动荡吗? 其二,一旦习身体出了严重问题, 不能正常试试, 他身边的亲信肯定都会不约而同地 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, 那就谁来接习的办。 之前被习搁置的接班人问题, 就会随之浮上水面。 可想而知,为了争夺接班人的位置, 习家军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 势必就会公开化和白热化。 如此,习的权位能稳吗? 证据能不动荡吗? 其三,一旦习身体出了严重问题, 不能正常试试, 中南海对一些重大问题和突发问题的分歧 肯定就会表面化, 各派势力肯定都会趁机争夺话语权, 竭力扩大各自的影响力。 这种情况下, 高层的决策就可能出现摇摆或错乱。 如此,习的权位能稳吗? 证据能不动荡吗? 2024年注定是充满变数的一年, 而习的身体状况则无疑是影响大局的一个重要参数。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, 谢谢收听, 下次再见。